说起宁静,估计很多人的印象都是,这是一个说话一场直爽的女星,这是因为2015年,她参加了当时打热的总年偶像来了,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但是很少有人知道46岁的她居然,还有一个22岁的儿子,今年宁静作为补卫嘉宾,参加了跨界歌王。 在首战舞台中,宁静用自己独特性感的深陷演绎了动人的歌曲,精彩的演唱与的现场评委与观众欢呼连连。 早在90年代,宁静就曾主演过很多优秀的电影,年仅22岁的时候,就已经拿到国际A类电影节影后会欢,23岁时主演江文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,富有朝气的样子, 成为当时饭街男生心中的女神,可谓是心路顺畅,但与事业相比,宁静的感情生活,似乎就不那么一帆风顺了。 1996年,宁静在拍摄电影《红河谷》时与美国演员保罗克赛相时,四年初结婚,两年后儿子雷娜出生。 过了两年相夫教子的生活,宁静开始想要工作,因为她毕竟是个红的八子的演员,她做梦都想演戏。 1999年宁静又和老公保罗克拍了电影《黄河决烈》,然而这部影片成了宁静与保罗合作的绝唱,之后再也没有两人秀恩爱的消息,甚至与杜传演两人已经离婚。 但直到2011年,宁静,才首度承认以文化差异,以保罗克赛离婚,宁静很少提这段婚姻,最多只是直言片语,表示两人不够了解进入婚姻。 如果有没,体追问,她会直言恐我们可以聊聊西蒙孔或者直接回对口,这是我的私事口。 关于离婚原因,又说宁静当年下嫁老外,是因为前男友娶了一位外籍太太,她一气之下才匆匆交了个外国老公。 在某次采访中,宁静提及离婚原因承认有文化差异,还有性格原因,她直言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,自己生于内陆思想,还是比较传统的。 跟到北京人,大上海人比都还有些距离,更别说一个老外,还有文化背景不一样。 此外,婚姻失败与宁静火爆的脾气也有关系,后来媒体再问及宁静是否会结婚,宁静表示不会了。 她坦言,希望我的男朋友跟我在一起,不管时间有多长,不要跟我提的要求就是嫁给我吧,希望宁静能够一直幸福下去。 好,我们不到,不就要求你处理一下,这就是个小战。 我不想需要你出现,并不是互相公开,对啊,我筆访不了,不合适的。 谢谢,我筆访不了,不过我筆访不了,不过我筆访不了。 不 autom头的只想,我不想要不得。